大家好,我是石涛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这是周星驰在降魔片里面的开头语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背景 是涛哥看电影当中 跟大家分享周星驰的西游降魔片的 我个人的认识 我一直跟大家讲 我认为周星驰有来头 他的两部片子 一个功夫 一个是降魔片 用非常荒诞的手法 突破了中共高层的电影审查制度 却隐喻着 直接明确点出 现今中国社会的现状 借用了这种民间 中国的武术 中国的民间的神话的传说 去讲出了今天 在中国社会当中 所发生的真实的一面 我个人认为周星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修炼的概念当中 他有很深刻的理解 这是我在影片中跟大家分享过的 影片里他还介绍了不同层面修行的人 或者说修行到不同层面的人 他展现出来的能力 他面对的苦难 他面对的一切和作为人灵魂的一面 对真正佛法的坚信 他展现出来不是人自身的力量 而是他的信念 感动天地 真正做到了天地人和一 形成了展现出来的一种价值 一种生命的所在 想看涛哥侃内影 在YouTube上打尽涛哥侃内影 你就能找到涛哥了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石头评述 在我们原来的节目当中 特别是三中全会之后 我当时跟大家已经分享过 我个人很浅薄的认识 我说他一定会建立起国家为平台 然后建立起相应的机构和规矩 以国家的名义 战胜共产党的名义 他愿意不愿意 他都得这么做 因为党要共产党吃死他 共产党的体系 是人家老江 蛤蟆建立了二十多年 建立起来的完整的体系 才出现了 2012年十八大江泽民获胜 那我曾经写过 前来跟大家介绍了 有一本 谣言与开工没有回头见 电子书 它也不是电子书了 其实就按照很多朋友希望说 能够把石涛的节目有文字的内容 我只是在那一段时间里 很简单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 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 这是最关键的一段 把这一部分内容 很耿概的 拿出了一点文字的东西 就是想让后来的朋友 能够理解 在我的眼睛里 习近平转变的过程 今天掌握权力的人转变的过程 中国局势 大的局势的 中南海的走向 所以才跟大家 那么来介绍 就是如果你没有 这一段经历的话 因为这一段 我做了一千多期节目 从2012年初到现在 我们做了三千多期节目 有基本电视制作概念的朋友 你想想 什么原因能够使一个人 做这么多期节目 在专业的角度 肯定没结果 话跟你说着 肯定没结果 对吧 那反过来我们这么讲 反过来我们这么讲 我跟大家绘组的 那一个电子书 就是要介绍 今天主政的人 是如何一步一步 为了保命而需要 建立起国家的平台 在如何一步一步打击 江泽民原有的 完整的党政军体系 党政军司法 完整的权力体系 当时的习近平 王岐山 只有他们哥俩 对吧 如果他当时 但分能有一点点力量的话 他也不会出现 2012年9月份 神隐的故事 以退为进 大家要明白 习近平那一个退 他就可能永远没权力 所以根本不是 现在一些朋友 站在 站在无神论的角度 站在高级动物的角度 被洗脑的角度的 去看待这是政治斗争 内斗 都不是 都不是 这叫顺天意而为之 我说都不是 是因为你站在人的角度 去理解 我说顺天意 是站在生命的角度 去理解 走到今天 早在2013年 2014年 我跟大家讲过 我说他一定是 以国家为平台 建立以军队为基础 以法律作为 对社会的一个准则 来打掉 以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 中共中央军委 为整体的党的体系 保自己的命 他说谁敢信这话 今天不说话了 在党的生日过后 他不纪念党 他说2016年1月1号开始 上至国家主席 下至普通公务员 要向宪法宣誓 公然把共产党扔出去 现行反革命 卡 杀头的 这不就是以国家为平台 建立起来的机构 那要求公务员宣誓 完成了整个国家工作人员的 人员本身的这种层面的要求吗 这个宣誓代表了向党旗宣誓 我曾经提到一说法 这个国 这个这个政体 我们不用叫他国家了 这个政体 他没有政党 但有保护国家的军队 有作为国家内部事务 管理事务当中的国安公安 有着社会层面 约束每一个人的法律和宪法 他能不能运作 他肯定能 在这个背景之下 中国人失去的是什么 中国人失去的是对人的尊重 对人的生命的认识 要从高共产党的高级动物的概念 转为成为人的概念 需要时间 那在这样的基点上 我们早在2013 14 我说2013 15是指三中全会的做法 2013 2014到2015 我们是这么一条路走过来 那到了今年的 到了这个星期一 人民日报的说法 其实就验证了我整个过程 没有谁对没有谁错 我才说过 顺天意而为之 你怎么做都成 对吧 这是我跟大家强调 那在过去时间里 诸多大的媒体都不认为 甚至里面某些人 在我的眼睛里 真的可能是替共产党玩命的 原来挣过曾庆红的钱或者什么 可能是 他拿出来的东西都是非常明确的想法 保谁不保谁 非常明确的想法 我在节目当中有我自己的做法 对吧 上个星期我说的 江泽民曾庆红共产党一块死 死定了 作为人而言 人有机会选择 人 不是妖魔鬼怪 在今天主政的人当中 权力者当中 有些不是人 他必将被淘汰 但相当一部分人是人 我指的他灵魂 那这些人 无论他大权在握 还是在过程中如何 那他 那从佛家的角度来讲 从慈悲的角度来讲 是应该给予机会的 是应该给予机会的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 个人在分析问题当中的做法 那我相信很多朋友 对中国问题专家 更倾向于 权力斗争和政治斗争 但是我们会发觉 倾向权力斗争和政治斗争 完全紧紧盯在人的层面上的说法 他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往下说很难了 如果你对比一下2012 2013 在国际社会当中 有多少政论家 中国问题专家发言 你再对比这一个多月 两个月 又有多少人在说 你就会发觉 现在能对中国问题说话的 很少了 对比那数少了很多 我没有说谁对谁错 我说的意思 我跟大家描绘的概念 就是这么个现象 这是事实 这样的现象的出现在 我的眼睛里认为是正常的 因为现在不是政治斗争 不是权力斗争 不是谁把谁如何 不是 现在叫顺天意 而为之 现在在兑现着 出门混 做了就得还 而不是人的利益 但它表现出 看起来是 政治斗争 权力斗争 利益斟酌 你可以看成这样 但是当你看成这样的时候 你一定看不下去 美国之音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人民日报的社评 直接针对江泽民 他这也还是一种 一种社评论性文章了 前面讲完之后 提到了周永康 然后说周永康 是前中共最高领导人 江泽民的亲信 江泽民98年掌权 02年离休 可是在随后 胡锦涛主政十年期间 江泽民一直垂帘听政 那美国之音可以现在 在介绍的时候 没有其他的形容词的 平铺直竖的这么说了 在周永康被拿下来的时候 有多少媒体说 翻腹到头了 有多少政论者说 翻腹到头了 观察人士讲 这样的信号表明 中共内部权力斗争 已达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习近平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江泽民 本来事情都很简单 就像有些人看我的节目说 哎呀他就那两句话 他本来就那两句话 是因为太多的 朋友固守着自己的观点 我能说那两句话 你不接受了 你不认同了 但我觉得那是事实 对吧 我个人觉得那是真相 那那我也是死结败烈的赖到今天 江泽民死定了 曾庆红死定了 共产党死定了 有时候我自己说的都是多麻烦 这话怎么就没点别的词啊 非说他死定了 他就是死定了 他哪也没去不了 什么招都没有 有吹喇叭的 有吹 有打鼓的 有吹号的 有跳秧歌的 非说共产党会万岁 那是你自己活该见骨头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主席 陈奎德 那陈奎德是相当有名的中国问题的专家了 他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信号 是前一段所谓的反腐 然后又受到阻碍 然后又重新加强反腐力度等等 一系列过程中的一个逻辑发展 现在到了一个强化的阶段 似乎是今后把矛头对准了 曾庆红或者是江泽民 学者就是学者 我个人觉得 不是似乎 打一开始就这样 打一开始就这样 好 周永康死定了2012年3月份 咱说的 然后呢 当周永康2013年 传出来年底的时候 完蛋的时候 我跟他说了 周永康是只死老虎 没用的 文章讲 习近平是在江泽民和曾庆红的支持下 上台的 顶上来的 2007年顶掉李克强 因为薄熙来遭到了无疑和温家宝的阻击 薄熙来没上位 所以在薄熙来上不了位的情况下 突然曾庆红拉着习近平上来 习近平自然感恩戴德 在习近平的履历当中 缺失了像薄熙来一样的完整的被培养的履历过程 他是一步跳 跳了两极跳上来的 一步跳跳了两极跳上来 习近平自然对曾庆红江泽民感恩戴德 2009年 习近平把江泽民 翻译的两本书 江泽民在苏联留过学 当时成为了间谍 翻译过两本书 你想清楚了 苏联留学 翻译了两本苏联的书 它应该翻译成中文对不对 要不然中文翻译成俄文才对 习近平当年送给了德国总理默克尔 默克尔是德国人 两本俄文或者中文的书 送给了默克尔 驴不是驴 马不是马 是个神马东 我当时在节目当中有 他表现出来的是习近平憨厚的一面 知恩图报 你说他不明白这是个很尴尬的事 对吧 你就像别人你送给我一本书 说这什么文字写的 写这文字的人在南极住的 你不是让我着急吗 对不对 南极住的 我这地方有夏天那地方没夏天 好 你让我看那文字我看不懂 那都是企鹅写的书 那我怎么看得懂啊 你送北极的书那都是北极熊写的书 那不是那么回事啊 但他就送 那不就叫感恩戴德吗 但他没想到的是2012年 王立军出世的时候 这都宠物多少遍了哈 王立军出世的时候 他正好在美国 他知道了 哦 你们这一群啊 是不能骂人哈 节目里不能骂人 你们这一群哈 这不是人的东西 感情要掐死我 把我当成傻二玩了 玩了 中国人有个习惯 死要面子活受罪 中国人有个习惯 最怕别人把自己当成傻二耍 曾庆红死就死在这儿 也是枪手死在枪下 曾庆红就死在他的这种 免礼藏针的男人 不是男人的这种做法中 我跟大家讲过 我说习近平也好 王岐山也好 有个特点 北京胡同长大的 北京富有街一带 西黄城根一带长大 南四中的 那习近平是北京后海长大 他那地方什么特点 经历过文革 文革打架的时候啊 北京胡同打架的时候 拿大铁锹啊 忘脑袋就这么捞啊 那派别打架的时候 那薄熙来就是在文革时的一个很凶狠的派别当中的一个人 所以当时他东够大狱的 那我说的意思是什么 他都是从死的死亡线上挣脱出来的 他是打出来玩命玩出来的 那你对我好 你救我命 那我对你好 你害我 你给我当成傻耳耍 我要不拍死你 我不给你拍成肉饼 我对不起你 就像我们跟大家说的 我记得高考的时候是什么说 我记得是高考的时候 我忘了是物理题啊 还是化学题 那题出的挺怪 后来有同学啊 就说的 谁出的题啊 出门让气碾的碾死的 这话就不好听啊 我跟你描绘的不是人家真用诅咒别人 我是说 那在北京城长大的这么一批人 他的经历太多了 他他的人生过程很残酷 所以他内心的愤恨是这样的态度 他最不能接受的 就是别人把他当傻子耍 习近平 王岐山 是被曾庆红江泽民当傻子耍的 2012年他知道 所以才出现了2012年9月份 我宁肯不要这官 我也不能让你这个政法委的书记 进入政治局常委 你到现在都没人解释吧 这段故事 为什么政治局常委从9个变成7个了 能说吗 以后会说 大家喝着蛤蟆汤的时候在想 当初蛤蟆汤是怎么 当初蛤蟆是怎么弄的 突然想起来抓一口螃蟹 螃蟹大腿一匹 那普天之下吃螃蟹喝蛤蟆汤 力求了大补 陈奎德接着讲 习近平已经多次表明要长权权 他继位以后的所有行动来看 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他不干不成 对吧 所以你从政治斗争来讲 他会这么说的 因此他当然不允许任何一个人 哪怕是对自己有恩的人 即江泽民来授予他的权利 或者有个太上皇在上面 不是的 所以这里我刚才说了 不是恩 是杀他 不是恩人 是阴险的小人 都不叫小人了 叫斩妖除魔 因为当你解读成恩人的时候 你就会变成了习近平万恩服役 对吧 所以这里在我的眼睛里不是 我们的节目是一直讲得很清楚 他是被人当成傻耳耍的 陈归德讲 江泽民退休之后 并没有放弃他的权利 那特别是在军队中的权利相当大 所以胡锦涛当时无所作为 这都不用讲了 而另外一个很有名的 严家琪 严家琪是原来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的所长 所以那是真正的学者 八九六四跑的 严家琪想反腐是开工没有回头见 不可能后退了 对吧 我说大家如果真想看明白 你不妨翻翻十套 跟大家分享的谣言与开工没有回头见 记述了2013年 记述了2013年底和2014年整个故事 你那个看明白你就知道今天 你知道今天的明白程度 甚至超过很多专家学者的程度 那严家琪说 那就变成了反腐不可能后退 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 习近平跟周永康 薄熙来令计划加上徐蔡后 这样的斗争 是这几年来最大的一场政治斗争 他们的总后台实际上就是江泽民 你看为什么我有时候评论我觉得挺无奈的 你这费这惊干嘛 你早知道多好 严家琪讲把江泽民公开化 不见得要他像周永康那样受审 而是要让老百姓知道江泽民是全国腐败的总后台 有这么个概念就是反腐斗争的胜利了 这就是最悲哀的 严家琪原来政治研究所 中共体制之下社科院政治研究所的所长 因为共产党杀人 江泽民上台 他离开了大陆 离开了大陆 但是这里说的概念 再次回到 在他的头脑当中认为 共产党不可能倒 这就是我这期节目 我们一开始就跟大家讲 很多朋友被共产党洗脑了 特别是有文化的 失去了从生命的角度 完整的认识现实的环境 这跟无神论是有关的 跟共产党宣传的高级动物是相关的 不是对不是错 这是就像我个人的理解 就拿我个人而言 那如果从学识的角度来讲 我没有任何资格 跟这些朋友相比 但我唯一庆幸的时候 唯一庆幸的地方 是我真正能够有机会 有缘分 那结识了自己修炼上的师父 只有中国传统的东西 才能认知生命的理念 这东西不是中国社科院能认识 所以文章也提到说 这篇文章的署名叫做顾伯冲 那他来自于军队的总政治部 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 他选择他写这篇文章 是表明习近平对军队的掌控 军权宣布在他手里 同时间砍了顾军山 那我觉得还是 葱姜算你弄好了 吃螃蟹 那蛤蟆汤呢 把碗弄好 今天吃螃蟹旧小酒 喝着蛤蟆汤 很快的 立秋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